經過40小時的飛行 飛行後我們到新加坡張宇機場 就是我們的遊覽車來接我們 到新加坡天氣晴朗 陽光浮照非常燦爛 把台灣寒冷的氣息全部都趕走 到新加坡我們先到江湘East 餐廳去吃道地美食 還能吃飯 好吃極了 我們也在冰派公園欣賞 有像紅尾有造型奇特的建築物 我熱得都捲起袖子還有褲管了 有一隻獨秀型的 也有像穿真甲外型的 外型充滿設計感的建築物 我還以為來到了太空站呢 其實近看的也很像建築 這是新加坡住民的三豬鄉 真的很像喔 上面很像船的造型 其中一部份是游泳池 這是Fuller Hurturn Hotel 它是六星級的飯店 我們也去參觀著著名的新加坡魚尾獅 留下美麗的照片 據說捷魚尾獅的水會發大財 但是人很多喔 我小孩子只能遠遠的接 不過一樣有效啦 不然也可以盡看米韋師造型的小噴泉 晚上我們去品嘗一彎停在舟 味道如何?讚! 我們也去參觀了財庫之前 我們也去參觀了財庫之前 校長也有個幫我們拍照接財的人 第二天我們要去三個有一個動物園 一個是玉朗飛前園 新加坡動物園 還有夜間動物園 在新加坡天氣很嚴熱 每個人都穿著短袖上衣、短褲 看臺灣的天氣也不接兩隻別 早上出發時候我心情有點不安 因為我最怕鳥了 但是也很有趣 我們在玉朗飛前園 看了兩場非常有趣的秀 一個是飛前王 另一個是波企業 秀裏面有鷹鵡 猛猴鷹 褲鷹 鵝鵝 還有大嘴鳥 去參加新加坡動物園的時候 我們巧遇地服國小的文化交流團 在動物園裡有 紅毛猩猩 還有大象表演 我們也去看企鵝館 很可愛的企鵝 但是請大家不要互惠了 這個是真的企鵝 這個是假企鵝 我們也去北極修館 看巨大的北極修 北極修突然衝到我面前 把我嚇了一大跳 不過 嘿嘿 我爸爸幫我報了一口之仇 中場 我們在東部園前 廣場練習 參訪 去參訪紅軍小學的大歌唱 大家都很認真 也很有勇氣 連頂行之地都出動了 連頂行之地都出動了 最後我們去夜間動物園 這是全亞洲唯一的夜間動物園 我們有去看 蠕鵝部落的火焰武道表演 我們也坐明油車探索夜間野生動物 有老虎 露 長頸露 獅子 雪娘子 夜晚好黑喔 但是導覽人員跟我們說不能有閃光燈 不然會打擾到夜間點燃動物園的作型 另外也要保持安靜 所以沒有照片 第三天目 去參訪新加坡的紅軍小學 這是教室外的走廊 這是新加坡紅小學的正門 我們也實際體驗了 新加坡小學上課的情形 我們有表演大合唱 演奏職儀 扯鈴 相聲 還有宣護室 另外家長也參觀了校舍 這是書房教室 醫護室 洗手間 還有服務館 我覺得最特別是他們的學生餐廳 因為有普通的餐點可以選擇 這是東音麵 味道嚐起來 辣肉酸 我自己也品嘗了食堂餡 很好吃喔 我也在學校裡認識新朋友 就是照顧我們的兩位好朋友 你們認識嗎 認識 有來嗎 沒有 然後我們也在美劳教室 土地做南洋蠟燃 這是我的作品 我也看了紅紅小學學生的美術作品 就是他們的書法作品 我覺得寫得很漂亮 一絲天是我們的正統性 我們到五萬村行程 進去 我們一定要和家喻部長的大明星合照 就是功夫熊貓 我們最喜歡的小小兵 馬達加斯加的東武好小木偶 在新加坡天氣也如夏天 所以冰棒上場囉 這是失落的世界主題樂園 這是古埃及非常有特色的洗手間標誌 男生呢是在左邊 女生是在右邊 這是非常大的銀銷飛車 可惜保養中我沒有玩到 不過說實在的我也不敢玩 這是瓜瓜為咬咬的王國 最後呢我們去看了漂亮的水舞 晚上風格不同的生蠔沙魚鬼師 宵夜呢我們去吃當地有名的肉苦茶 早餐呢爸爸排隊我們的茶粉還有啤彈粥 第五天我們去孫中山的南洋經驗館 就是也可以說是晚神圓 在照片裡面石頭上是刻著 孫中山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人 國庫孫中山真的很偉大 不過我們的校長也很偉大 為了給我們取得最佳的鏡頭 居然趴在階梯上面 好感動啊 這是新加坡扎魚機場非常特技的水滴秀 水滴秀的金屬發生在音樂跳舞 很好看 這五天的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新加坡再現後會有期 新德與乾下 在新加坡的操場和房場面積很大 教室數量也很多 圖書館的光線充足很整潔 學生餐廳才選擇不同的餐點 在新加坡 學校裡面有明亮的路邊樓梯 可是我們的樓梯是暗暗的 遊樂場有年級區分史的順序 如之 教會的時候 會放映宣導影片給學生觀看 如食物分類 營養 餐飲的重要性格 他們會全一起立場國歌 還有宣服國民視野 學生的製作學文中 他們統一都穿白色衣服 還有白色襪子 衣服和顏色有不一樣的線條 紅有紅藍綠還有黃 這代表著普通的路邊 然後有些同學呢 在製作的左套袋上 有掛著高粱學生的金色小徽章 這代表著 儘量學習的學練成績 或行為表現優異 教室製造衝途 不需要拍角度的燈 教室裡有黑板 可以有白的筆寫字 老師們呢 會在單槍圖遺跡上做標記 同學們也要做筆記 老師們都會先講卷完 再讓同學們實際做做看 他們課間呢 有一節大下課是30分鐘 其他都是5分鐘 他們都會用這個時間來換教室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從四年級到六年級 都是用原字筆寫字 不能用千筆寫字 上課時候 同學們都整齊快意的 向老師鞠躬 除了滑完課之外 其他的課都是以英文來授課 他們都不用超點豆腐 功課都不領領地再回家做 小朋友之間的互動 都是用英文來溝通 然後他們都非常有禮貌 會向老師問好 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他們不會在走廊上面蹲跑 學校也沒有糾察隊 他們很守規矩 會不會向老師的指示 同學之間會互相尊重 上課時 踴躍又有規矩的發言 我的總結是 新加坡的天氣很熱 全都是夏天 學生都對老師非常尊敬 行李不馬虎 對待別人也都很有禮貌 我覺得新加坡很乾淨 希望臺灣也能向新加坡學習 我儘管人也很喜歡多語言的環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